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概述将带您了解几个重要的国际事件 首先美国众议院刚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一项法案 为反击中国的虚假宣传拨款16亿美元 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全球媒体和民间社会对抗中共的影响力 法案的发起人强调这是美国国会表达对抗中国威胁的决心 并将加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接下来我们看到英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升级 俄罗斯驱逐了六名英国外交官 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 而英国则回应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此事件发生在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会晤之前 显示出俄英之间的外交摩擦日益加剧 最后中国证券业的合并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国泰均安和海通证券宣布合并 试图打造一个更强大的市场参与者 然而业内专家认为这一举动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衰退 而不是证券业的强劲复苏 这次合并是否能够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仍然有待观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为反击中国虚假宣传 拨款16亿美元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会众议院本星期以351票比36的压倒多数通过了 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意影响基金授权法案H2-1157 表达了国会两党反击中共针对美国的恶意宣传的决心 该项立法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在未来5年拨款16亿美元资助世界各地的媒体和民间社会资源 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范围进行的恶意影响 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 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的报告说 16亿美元是一笔庞大的资金 大体相当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全年运营经费的两倍 这个法案一旦变成法律 将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在国际影响行动方面的开支大幅度增加 美国国务院负责信息工作的主要协调机构 全球接触中心GAC目前的预算还不到1亿美元 虽然目前很难弄清楚 这笔经费将在美国政府相关机构中如何分配 但很明显 无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在对抗中而虚假信息传播方面的资源和能力 将得到强有力的加强 这项业案的发起人 共和党籍众议员安迪·巴尔·安迪·巴尔 在9月10日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 这项基金将用于 支持抗击中共虚假信息 提高透明度 减少腐败 以及打击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相关的胁迫性经济行为的各种举措 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 负责监督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 确保他们符合美国国家安全优先 并向国会报告资助活动的有效性 巴尔表示 中国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 对各国主权 以及我们致力于捍卫的 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 构成直接威胁 这项立法为 我们提供了对抗中国 胁迫策略的工具 确保美国和我们的盟友 能够在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 坚决反对威权主义 巴尔在谈到过去 相关经费的使用情况时说 很多经费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不少被挪用到其他用途 太平洋岛屿天气和海洋数据收集 500万美元 用于安格拉英语培训 250万美元 用于越南摩托车充电站 巴尔表示 美国国会通过这项法案 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美国不会允许恶意影响的扩散 使其威胁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 众议院共和党议员 麦克尔 麦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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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抨击中共长期以来 试图改变现状 处心积虑地 要颠覆美国的民主制度 他赞扬巴尔议员推动的这项法案 获得通过 并表示 我很自豪能够支持这项两党立法 麦考尔解释说 这项立法授权成立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基金 并设立急需的护栏 以确保这笔钱 能够用于打击中共的恶意行为 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意影响基金授权法案 是在被媒体称为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州里 通过的28项针对中国的议案中的一项 这些抗中法案涉及领域众多 从遏制中共武统台湾到贸易制裁 其针对目标不仅有中国大陆 还有香港和台湾 国际危机组织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美中研究与宣导高级顾问 阿里 维恩 阿里维茴 告诉美国之音 在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年 候选人往往面临更大的压力 需要展现自己对华强硬的态度 英国支持基辅袭击俄罗斯本土 惹恼莫斯科 俄罗斯驱逐六名驻俄英国外交官 美国之音中文网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星期五 9月13日 指责六名英国驻莫斯科外交官 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 并撤销他们的外交官身份 路透社指出 此时显示 伦敦在军援乌克兰问题上的关键作用 令莫斯科有多么愤怒 以及俄英紧张关系的升级 英国表示 俄罗斯的指控完全没有依据 而只是在英国今年5月驱逐俄罗斯 驻英国大使馆武官 并撤销俄罗斯 在英国几处设施的外交地位后 而做出的针锋相对 报复行动而已 莫斯科 也是在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 Kirce Darmer 在华盛顿 与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 举行会晤几个小时之前 宣布驱逐英国外交官的 斯塔默与拜登的此次 会晤极为重要 因为两人很可能在讨论 正面回应基辅 有关使用的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纵身 和腹地的迫切要求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弗拉基米尔普京 星期四表示 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 对俄罗斯本土实施打击 将意味着北约国家 美国和欧洲国家 在与俄罗斯作战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考虑到这场冲突的性质 发生变化 俄罗斯将根据为我们制造的威胁 而做出适当的决定 普京警告说 克里姆林宫星期五表示 普京已经向西方传递出一个 清晰而不含糊的信息 而且西方肯定也已经听进去了 美国本周稍早透露 伊朗已经向俄罗斯 交付运用于乌克兰战场的弹道导弹 而三位西方消息人士 向路透社表示 美英两国都将此视为 俄乌战争的重大升级行动 从而加快了对乌克兰 有关允许其使用远程导弹 袭击俄罗斯本土要求的讨论 不过俄罗斯和伊朗 都否认伊朗向俄罗斯 交付弹道导弹的说法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前身是克格勃 他声称该局掌握的文件显示 英国外交部在伦敦的一个 负责东欧和中亚的部门 正在协调一项 被其称为政治军事局势升级行动 任务是确保俄罗斯 在乌克兰战争中遭受战略失败 揭露的事实 让人有理由认为 接受只是被派往莫斯科的 英国外交官的活动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提供文件的基础上 并作为对伦敦采取的一系列 不友好行动的反应 俄罗斯外交部与相关机关合作 终止了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政治出六名成员的身份认定 而且他们的活动也被发现 有进行间谍和破坏的迹象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声明说 英国表示 俄罗斯对英国外交官的指控毫无根据 在英国政府针对俄罗斯国家指示的 在欧洲和英国所进行活动 采取应对措施后 俄罗斯当局上个月撤销了 英国驻俄六位外交官的外交身份 路透社引述英国外交部 一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的话说 我们对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毫无歉意 英国外交部的声明又说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斯塔莫与拜登在华盛顿的会晤 有可能让美国对乌克兰 使用西方远程武器 特别是使用英国提供的射程 高达250公里的暴风影 Stormshadow 巡航导弹 打击俄罗斯本土腹地 和纵身开放绿灯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Velodimir Salonsky 向英美提出这一迫切要求 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 路透社引述一位西方消息人士的话说 开放绿灯的决定 有可能在9月24日 联合国大会开幕之时对外宣布 另据纽约时报引述 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 美国基本上已经决定 同意乌克兰 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 唯一的条件是乌军 不得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这么做 中国证券业组超级航母 与华尔街竞争 专家称仅凸显经济确实衰退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证券业在9月5日 发行重大变化 被称为中国证券业龙头的国泰军安和海通证券 在同一天宣布停牌 及谋划资产重组 中国官媒新华网将事件评为 证券业超级航母呼之欲出 可是对于证券业 金融业界人士和投资者来说 这次合并反而是中国经济衰退的另一名证 甚至断言 不会因此增加对相关公司及市场的投资 国泰军安在9月5日深夜发布的公告表示 该公司正筹划向海通证券全体股 及H股换股股东 分别发行A股及H股股票方式 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 并发行A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市场预计 这次合并将组成市值达1.6兆人民币的巨型证券企业 将超越中信证券 成为中国证券行业首屈一指的企业 因此 新华网在9月6日发表评论文章 指出 这次两所大型证券企业合并重组 是有利于整合上海金融国资优势资源 打造一家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相匹配的一流投资银行 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影响力 更好的服务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 中国国务院在今年上半年推出 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期望透过整合证券行业资源 提高更高质量要求 目标是在2035年 能够有至少两至三家投资银行 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 甚至跟美国华尔街企业能争一日之长短 于是在此背景下 国泰均安和海通证券的这次合并 已经是今年第七宗中国大陆证券业并购案例 中国股市近年跌跌不休 不过中国大陆的资深媒体人 及独立评论员金仲冰 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这次国泰均安和海通证券合并 并不会造成所谓证券业的航母 反而是反映证券行业的衰落 他告诉美国之音 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的股市是跌跌不休 一直在打保卫战 这保卫战也是一直打下去 没有终止的迹象 金仲冰由此认为 就算这次合并 能够增加国泰均安和海通证券的影响力 也只限于中国国内 强化影响力 指的是在中国市场当中的占比 所占的分额会进一步扩大 这影响力是指内循环之下的影响力 这跟国际市场是没什么关联 就算是拿到国际市场上 这种合并扩张的影响力 也可以被忽略 他说 内卷化造成弱肉强食 在中国大陆 内卷化近年 成为社会关键词语 内卷的意思是指 一个环境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见顶 无法再有突破 于是只能在内部寻求发展 可是这种发展 由于缺乏外在资源加入 在资源有限之下 反而变为恶性竞争 甚至是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改革开放后 急速上升 但是近年因为生产成本上涨 以及中美贸易战冲击 令经济增长不断放缓 中国国家统计局 在7月15日公布第二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较去年同期增长4.7% 但与第一季的5.3%增长相比 增幅进一步收窄 中国股市近年的表现 亦反映出经济不景状况 护身300指数 近5年来持续下跌 在9月13日收市时 是3159.25点 创2019年1月后史上新低 上海证券交易所 近年的成交量也不理想 主板A全年总成交金额 从2021年的10300亿元人民币 跌至今年截至8月的 48.7万亿元人民币 因此行内人士分析指 中国的证券行合并潮 确实是加强竞争力 不过却是在严峻环境之下 为求自保 避免被同业淘汰的举动 海通县内忧外患促成合并 另一方面 行内人士认为 这次事件名义上是合并 实际上却是国泰均安收购海通证券 香港资深股评人潘家荣分析指 海通证券的业务方向 令他们目前陷入弱势 他说海通证券以往主力 做首次公开募股 IPO现在世道淡静 IPO自然减少 因此无法赚钱 然后他在香港的子公司 海通国际近年也亏损 所以整体公司财政有压力 在但是之时 被另一家财政 比较健全的公司吞并 这是正常现象 海通证券近年也爆出 领导层潜逃的丑闻 上海市纪委监委 于今年8月底发布消息 指通海证券前副总经理江成军 涉嫌严重职务犯罪 在境外落网 并被遣返中国 海通证券集后 更要求投资银行家上交护照 并就所有因公和因私出行计划 申请许可 内地消息人士指出 江成军被捕事件 甚至成为海通证券 被国泰均安吞并的催化剂 海通证券在中国证券业 是巨头级别的企业 尚且遇上经营困难 因此反映出 中国证券业目前的环境 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信息台 台长阎宝刚认为 除了削减成本 这次国泰均安和海通证券合并 并不会带来多大经济效益 他告诉美国之音 虽然中国经济 每年都有5%增长 但整个资本市场和股市 无法追上 反而是反复下沉 企业盈利本身追不上 或可能集中在个别国企 央企身上 很多民企经营很困难 反映整个市况不断向下 如果市况继续下沉 护身300指数在创新低 IPO又追不上 这次合并 我看不到会为他们 带来很多新盈业额 据这次宣布合并的 两家证券企业的去年年报 数据显示 国泰均安约有1.5万名员工 海通证券则拥有 1645家投资银行 超过13600名员工 若两家企业合并 势必因为当中不少员工 只能重叠而进行裁员 确实可以节省成本 不过潘家荣认为 裁员潮降令证券业气氛 进一步低落 南极合并 吸引更多注资 因此 从投资角度上看 严保刚坦言 这次合并 不能刺激外界 增加对这两家企业 甚至中国证券业的投资 他说 我不会购买中国证券行业股票 内地投资者自己都死心了 为何还要闯进去 购买这些受大环境影响的 行业股票呢 而且 也有另一些中资股市上升 派息 股值也吸引 表现也不差 在这背景下 我就不会投资这类股份 金仲冰也表示 不看好中国证券业股市发展 这次证券公司合并 不是因为经济好转 而是进入经济通缩衰退 是为了应对危机而合并 而且合并之后 他们是大而不强 这也没必要买 加上与这经济通缩衰退 并行出现的政策风骸 考虑到这大风险 就更不应该进行更大的投资 而是应采取保守策略 他说 中俄联合演习 与巡航便密集 分析对抗美国西方 意图明显 美国之音中文网 军事演习 作为一种混合军事行动 和外交表态的政治动作 中国与俄罗斯 正通过越来越频繁的联合军演 与海上联合巡航 来展现中俄陆权战略联盟 对欧美海权联盟的对抗 本月将在日本海 鄂霍茨克海举行的 北部联合2024中 而联合军演时机点 恰逢日本首相选举 与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分析人士说 施压警告美日的意味 相当浓厚 北部联合2024将登场 中国和俄罗斯 本月将在日本海 鄂霍茨克海举行 北部联合2024演习 中俄海军舰艇编队 也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 组织双方 第五次海上联合巡航 这是继今年7月 中俄海上联合巡航 首度来到南中国海后 在短短两个月内 又再次举办演习 与海上联合巡航 中国央视说 中方舰艇编队 已抵达位于日本海的演习海域 按照计划 演习将持续至9月下旬 中国解放军报10日说 北部联合2024位在 俄罗斯海深威的中俄联合指挥部 已经开设完成 参演的空中兵力 由多型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组成 包括中方的空警500 殲16 殲10 殲20等 以及俄方的伊尔38 苏30 米格 31等 海上兵力部分 中方出动万吨大区 055型导弹驱逐舰无锡舰 052D型导弹驱逐舰 新宁舰 054型导弹护卫舰 林一舰 903型综合补给舰太湖舰 以及三架舰直升机 前舰沙波什尼科夫海军元帅号 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 轻型护卫舰 俄罗斯联邦英雄 旗舰扎波夫号 完美号 响亮号 林列号 以及卡27反潜直升机等组成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称 另有侦搜到一艘中国海军794号电子侦察船 在日前连同上述中方舰艇 一同经对马海峡前往日本海 反潜重要客幕 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 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方这次出动的水面舰艇 都是中国解放军海军战斗序列 最先进的军事装备 从俄罗斯出动的 主要是反潜舰为主 以及中国派出的军舰 具备多用途 包括反潜的功能 以及携载了三架直升机 具有更强的反潜能力来看 说明了这次演习中 反潜是一个重要课目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 助力研究员钟志东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 中共这一次出动的水面舰编队 可以说是顶配 显见中共对中俄军演的重视 研判水下应该也有潜艇 中国国防部表示 这次军演是为了 深化中俄两军战略协作水平 提高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 分析人士说 不论从演习的地理位置 还是时机点来看 这里的安全威胁 都很明显地指向日本与美国 钟志东表示 除了日本海 就在日本旁边外 厄霍茨克海 位在日本北海道的北边 毗邻俄罗斯和日本有争议的北方四岛 也接近美国的阿留申群岛 那其实就是施压日本 还有警告美国 不要挑战中国跟俄罗斯在台海 南海及乌克兰的安全利益 政治施压美日 他表示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北部联合2024演习的时间点 刚好就在日本首相选举 以及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所以中俄不无有透过演习 来对美国和日本政治人物施压的意味 毕竟演习是混合军事行动 跟外交表态的一种政治作为 目前已经成为灰色地带冲突运用 来施压的一个重要工具 但钟志东表示 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 现在对于中国跟俄罗斯的威胁 可以说都具有跨党派的共识 所以中俄若想借军事演习 来对美日施压 可能会收到反效果 打通战略通道 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表示 中俄联合军演已经实现了常态化 再加上每次军演过后 又进行双方联合战略巡航 让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更加密切 而中俄 北部联合2024联合军演 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打通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通道 他说 日本这个国家很特殊 它把持着很多战略通道 包括阿拉斯加的白令海峡 以及日本所控制的金青海峡 大鱼海峡 对马海峡 宫古海峡等等一系列的海峡 这些战略通道到关键的时刻 必须要保持畅通 所以中俄有必要打通 这些重要的战略通道 俄罗斯军事观察网11日分析表示 近日已有报道称 美国即将允许乌克兰 使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等远程武器 打击俄国本土目标 在此形势下 不排除俄罗斯此次演习 有向美国等国家示威的可能性 针对西方国家 为帮助乌克兰摆脱战场困境 而持续加剧紧张局势 俄军有必要强化各方面力量的 整体协调打击能力 以应对愈发尖锐的 同西方对抗的态势 有意思安排 台湾军事专家齐乐义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这次军演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按照中国国防部 发出的新闻稿 中国应该是演习的主办国 邀请俄罗斯军队参加 但联合指挥部 却没有设在中国解放军 北部战区的辖区内 反而是设在俄罗斯的海参崴 这或许是因为 鄂祸茨克海离中国太远了 所以就近选择海参崴 但从中也可以看出 中方做了一个比较弹性的做法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战略协作安排 但齐乐义强调 有一个重点是 中俄算是某种程度的战略协作 但不是军事同盟关系 这两者差别很大 他们跟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演习 完全不同 美日之间是有军事同盟的 双方的演习 有条约规范 彼此的权力义务 也都受到同盟关系的机制设定 一旦有事 一切就按照教本走 齐乐义说 中俄的这个战略协作呢 只就这一次可以 以后能不能再有不能确定 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机制 没有固化 因为双方不是联盟关系 这个本质问题就是说 中国跟俄国任何一方 被第三方攻击的时候 他们两个没有权力义务的关系 他说 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在俄乌战争军事上的态度 表现得非常保留 惹得俄罗斯不太高兴的缘故 中国跟俄罗斯的联合军演 其实已有20年的历史 中俄海上联合系列的军演 则自2012年开始举行 在2021年10月的 海上联合2021军演 之后 中俄首度开启了海上联合巡航之旅 之后每年进行一次海上联合巡航 中俄两国在今年7月 才刚刚结束第四次海上联合巡航 该次巡航的足迹 首次覆盖南中国海 中俄此前三次海上联合巡航 均向北航行至阿留申群岛和白令海 这次联合巡航距离上一次的时间 不过是两个月而已 抱团取暖 分析人士说 这代表中俄彼此之间的政治信任升高 也显示西方国家的战略压制越来越强 迫使中俄两国必须抱团取暖 这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示 齐乐意说 在我来看 是他们自己认为 他们所受到现在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压制越来越强 而迫使他们有个共同需求 这个需求就表现在联合军演上的密度会增加 强度会增强 演习的范围会扩大 他们只能用这个方式来表现 齐乐意并表示 海上巡航能不能走得远要看补给舰 中共这次出动的补给舰是903型 只有2万多吨 而非4万多吨的超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 代表中俄海上联合巡航的最大极限 大概就是向北航行之鄂霍茨克海了 因为中俄船舰不太可能往西太平洋一带深入 那边有关岛美军基地会很敏感 如果此时往南到南中国海的外源 至北印度洋 那就更敏感了 相行之下 往北走比较不那么敏感 宋忠平说 中俄联合巡航 频繁地穿越日本周边的战略通道 就是为了要确保战略通道的安全 中俄联合巡航 也经常会去美国的家门口 比如白令海峡 阿拉斯加附近海域 这种的针对性就很强 但更多的是 要去北太平洋 中太平洋 西太平洋的陌生海域 去加强练兵 加强备战 他说 中俄战略巡航 无论是海空军的都是 走一路 驯一路 之所以双方连眼的频度 密度 力度越来越大 就是因为天下不太平 地区形势不稳 中俄之间 有必要强化在新时代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中的军事关系 相互抗衡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中志东表示 现在的这种联合巡航 越来越密集 然后它的范围越来越大 我想它主要的意义 就是凸显中俄的这种战略联盟 来反制美欧的这个海权的同盟对抗 跟对所谓的这个中俄的 这种路权的一个围堵 他说 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 中国跟俄罗斯 暂时抛弃彼此过去的猜忌跟矛盾 以不结盟声明 行使结盟之时 建构了所谓的中俄统一战线 共同因应美欧国家的围堵 因此可以看到 在7月时 中国的轰炸机跟俄罗斯的军机 在美国阿拉斯加附近空域 进行空中联合巡逻 中俄的船舰 也在今年7月 同赴南中国海 进行海上联合巡航 这都相当程度地反映了 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主的陆权联盟 要反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力量 涉足印太 香港记协称 几十名香港记者 及部分家人 遭到爱国者骚扰和恐吓 美国之音中文网 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五 9月13日 表示 香港几十名记者 及其部分家人 和相关人士 今年夏天 遭到不明人士的骚扰 甚至恐吓 香港记协主席郑家如 在星期五举行的 一场记者会上表示 今年6月至8月 香港至少有15名记者的家人 家人的雇主 房东和其他相关组织 收到了自诩为爱国者的 骚扰信函和电邮 这一行动看起来是 系统性 而且有组织的 它本人也是目标之一 香港记协指出 这些所谓爱国者 发出的信函和电邮 威胁收件人说 如果他们继续与相关的记者 或他们的家人保持接触 他们将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此外 还有人在脸书上贴文 无端攻击和指责 至少36名香港记者 他们毫无依据地 声称这些记者的文章 具有煽动性 并将记者合情合理地 报道称为 有问题或非法 郑家如在记者会上表示 这些骚扰行径 试图恐吓削弱 记者 家庭的收入来源 或人际关系 务求施压 孤立 及要挟记者 令他们放弃 从事新闻工作 或工会的岗位 他强调 记协强烈谴责 有人使用威胁骚扰手段 妨碍极下退记者工作 记协绝不姑息 及容忍有关行为 也不会让威吓者得逞 香港记协指出 此类骚扰恐吓的 实属霸凌行为 严重干预香港新闻自由 当中涉及恐吓讯息 也牵涉不实 及诽谤的内容 香港曾经是亚洲 乃至世界最自由的地方之一 但是 自从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之后 特别是北京和港府 面对市民的不满和抗议 而在香港实施 所谓国安法以来 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持续受到钳制和打压 许多民主派和异议人士 不是被当局 以各种罪名投入监狱 就是离乡背井 远走他乡 自从北京当局 2020年6月底 在香港实施 港版国安法以来 香港已有两家媒体 因为其对政府批评性报道 而被迫关门 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 都因为公司高管被捕 而宣布停业 被捕人员中包括 苹果日报的创始人 黎智英 香港特区政府坚称 如果记者依据事实做报道 他们的新闻自由权利 不会受到限制 但是 记者在香港日益恶化的处境 却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 今年3月 受中国政府控制的 香港立法会 将基本法第23条立法 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令人担心的民权和新闻自由 遭到进一步的威胁和限制 今年8月 立场新闻母公司前 总编辑中配权 和熟理总编辑林绍彤 被控 串谋发布 香港未来新闻自由 无国界记者组织 每年都对全球180个国家或地区的新闻自由度 进行排名 香港的新闻自由度排名 近年来似乎都在地位徘徊 从2019年的排名第73位 下滑至2020年和2021年的第80位 2022年的第148位 2023年的140位和2024年的第135位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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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